生小孩不需要男生也不需要女生 那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在老鼠的世界,兩個媽媽在科技的幫助下 可以生出能繁衍後代的小孩 那人呢,真的有辦法生小孩不用男生嗎? 在座的男士心跳都漏了一拍 嗨,大家見過了好嗎?歡迎回到底特太太 今天要來試試看腦洞大開黑金系列 充滿爭議之餘,也希望大家覺得有趣 如果有一天生小孩不需要男生也不需要女生 那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人類的文化和法律會因此改變多少? 主流戀愛還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嗎? 1978年,人類第一個試管寶寶著床在媽媽的子宮 許多爸媽因為這個技術受賄 生下了幾百萬個寶寶 幾十年後科技到底又進步了多少呢? UCLA的團隊說,畢竟使用捐贈來的金子和卵子 生出來的寶寶和自己沒有基因的關聯 這邊插播啦,也有很多人不在乎這個 然後去認養,但我們這邊不討論這些主觀的事 所以言歸正傳 現在有很多的研究都在研究 怎麼幫助不孕的人生出小孩 大家還記得陶立揚嗎? 第一個使用成體動物細胞複製出來的動物 那之後也開啟了不用金子和卵子 也能產生出汗細胞提供著有一樣基因後代的各種幻想 儘管這張技術已經出現超過20年 爭議始終沒有停過 也不太可能往人類實驗靠近 雖然有聽過俄羅斯有複製人的江湖傳說 但我覺得就僅止於此而已 那大家都知道很多有潛力的科技都會先在老鼠身上研究 2004 年的時候經過好幾年好幾百次的實驗 日本科學家在Nature 期刊上發表的第一隻叫做 Kaguya 的老鼠 Kaguya 是竹曲公主改編的漫畫 灰夜積物語 竹林公主、竹筍公主什麼的 總之就是有個愛批竹子的老爺爺 看到一個閃閃發光的竹子砍下去之後 看到了一個山寸大的女嬰之後 老爺爺把女嬰帶回家中跟老奶奶一起撫養長大 之後女嬰順利的長大成人成為一名美麗開懷的少女 總之這個故事有點可怕 光想到老爺有可能因為老花不知道砍掉多少竹曲公主之後 總之他特別的地方就是科學家結合了兩隻母鼠的卵子 所以他有兩個媽媽但是沒有爸爸 而且Kaguya 活到成年之後還繁衍了自己的後代 總之科學家就是操控了對胚胎和胎盤發育非常重要的基因座 H-19 和 IGF-2 這個基因坐在公鼠母鼠身上都有 但因為母鼠只會表現H-19 不會表現出來 IGF-2 公鼠只會表現 IGF-2 不會表現H-19 在某些狀況之下 就是爸媽要互關掉對方的平行基因 所以如果沒有通過這個機制的話 兩個金子和兩個卵子的結合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發育完成胎盤跟胚胎 但是你先不要放空我快要講完了 所以在兩顆卵結合的時候呢 就會把其中一個卵的H-19 關掉讓 IGF-2 得以表現 就類似爸媽護關基因的那個狀態 才順利讓胚胎發育成功 在老鼠的世界 兩個媽媽在科技的幫助下 可以生出能繁衍後代的小孩 那其他科學家一定會研究相反方向嘛 所以不用媽媽的卵子可以生下老鼠嗎? 真的有成功 只是她比較難 這個科學家奇怪的是日本名字的科學家 日本人喜歡研究這些東西嘛 總之科學家先誘導還沒有受精的卵子分裂 重點就是這個 還沒有受精的卵子分裂之後 會比較像是身體的細胞 不再被定義是卵 然後之後再誘騙那個金子 以為它要和正常的卵子結合 那你可能會說 我怎麼覺得這整個活動還是由卵參加呢? 你說也沒錯 但這已經是更上一層樓的科技了 因為這是第一次有科技展現出來 精子能跟非卵結合而產生後代的實驗 那今天是假卵 明天就可能是其他細胞 總之兩爸爸生子之路會比兩個媽媽 就是兩個卵子生子之路還要克服更多的困難 那人呢真的有辦法生小孩不用男生嗎? 在座的男士心跳都漏了一排 就是我們的科技真的還沒有走到那邊 我們還是屬於精子卵子互相需要的狀態 人類基因遠比老鼠複雜 如果少關了多關了 就算只有一個基因都會造成非常多的問題 更不用說極度複雜的道德倫理問題 劍橋大學科學家在Cell期刊發表了 用幹細胞製造出精子和卵子的技術 可以針對病人的精子卵子的基因做配對 幫助不孕的人生出健康的小孩 在未來甚至可以用兩顆卵子生出小孩 但這邊單純只是以討論科學研究的立場 不對科學、道德、倫理、文化、宗教問題做任何的討論 人類胚胎發育到現在其實還算是有點神秘 因為在研究上它是有明確的限制的 法律規定超過14天的胚胎一定要銷毀 畢竟在實驗室中培育人類的胚胎 是有點在道德倫理之間遊走的 14天大的胚胎之後就要開始分化形成原線 那就會開始發展就是神經之後慢慢成形 那到底要到哪個階段才算是一個生命 沒有人可以一頭咬定 胚胎著床之後是許多先天疾病開始形成的時候 所以有人會覺得14天的研究期可能不太夠 也曾經有人建議開放到21天 有人說那甚至多開放一天就好 但這個東西都遠超過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總之呢能繼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細胞 疾病發展治療還有胚胎發育 或是可以對整體科學奠定更深厚的基礎 打開更多治療的大門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以開放的心胸看待所有的可能性 科技就是一種工具 那一定會有人有不同的用法跟想法 總之呢這邊先預祝大家生小孩快樂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再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